嗨 各位好 我是Darren 歡迎來到2022 Road to Kona 那我開頭先跟大家講這個好消息 就是我終於辦完美國的事情 我可以回台灣了 YES 終於 待了足足兩個月 事情才處理完 Anyway 這一週其實是 第一週開始認真吃課表 重新回到吃課表這個節奏 教練也有衡量到之前很久沒有吃課表 所以在這週課表安排上面 大部分都是沒有看數據 然後希望我體感是輕鬆的狀態 完成這些課表 像週末的長騎跟長跑 也不如之前的四五個小時 都幾乎砍半 然後游泳啊 跑步 騎車 這三項運動都非常非常輕鬆 今天的課表是 1200 Recovery Swim 妳要在這鏡頭揮一下手嗎 呵呵 在下水之前 OK 呵呵 20分鐘後 20分鐘後 好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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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那邊把他抖 不過即便這麼輕鬆 我還是很明顯感覺到 運動完肌肉的酸痛程度 跟以前比起來更嚴重一點 或許是因為很久沒有訓練 也有可能是因為真的尊重了 所以 I have to work harder 才能夠keep up以前的這個強度 尤其是在跑步這方面 特別明顯 同樣是五分數 以前可能心跳只有一百一一百二 但是現在光要跑到五分半 可能心跳就一百三一百四 不過這種東西只能就是慢慢累積 現在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到Kona之前還有差不多 剩八個禮拜 能夠不受傷 乖乖的一步一腳印把教練給我的課表 安全的吃完 其實在這八週是有機會 可以回到之前巔峰的狀態 因為這一週的騎車跟跑步 時間相對都比較短 再加上開出來的強度都是體感的輕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也順帶在訓練我的Cadence 換腳的頻率 在腳踏車上我希望能夠輕鬆的維持在RPM至少有95轉以上 95到105之間 我希望跑步能夠接近180這個步頻 不過一開始在嘗試這些轉換的時候 很明顯的感覺到對我腿部肌肉的demand確實是減少 但是我的心跳會跟以前比起來還要再高個快十幾下每分鐘 我有聽過身邊有經過這樣子transition的朋友 他們都跟我講說其實把步頻拉高大概需要兩到三個月的適應期 不過一旦把步頻拉高了以後不管是跑步或者是騎車 在長時間的比賽上面的話你的續航力確實會增加的 他們的理論是腿部跟臀部的肌肉再怎麼樣都沒有心臟的肌肉還要耐操 所以當心臟可以維持在一個相對高習慣了維持在一個相對高的跳動的情況下的話 你就不需要仰賴腿部跟臀部的肌肉去維持這幾十個小時的賽程 所以我想說那既然現在是輕鬆的訓練的話 我就把這個high cadence這種高回轉速帶入我這個輕鬆的訓練裡面 等到強度拉上來的時候 我想可能就不太適合去練這些 我會認為這些是基本功 因為當強度拉上來的時候要顧的東西太多了 再想要改動作想要去改習慣的話 我覺得這時候才是比較容易受傷 所以就抓準這幾週可能是比較輕鬆的刻表的時候 順便習慣一下高回轉速 也希望可以就此讓我的心被恢復的比較快 好那這一週我想跟大家再update一下 關於這一支955在吃這種一天有兩餐訓練的刻表下 他給我的回饋是什麼 那我覺得garmin在training status這方面 或許還是沒有做到非常的符合現實嗎 我覺得只要我一天運動兩次的話 我的garmin表總是告訴我overreaching overreaching 就是我練太多練太多練太多 即便我的體感是非常輕鬆 而且我在吃下一餐課表的時候 也是感受不太到上一餐累積下來的疲勞 但是我的表還是告訴我說 喔你練太多你練太多你練太多 所以這個數據可能對我覺得一天有練到一餐以上的朋友 或許這數據就沒有這麼的具有參考價值 不過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上週我有跟這邊local的一些自行車選手去騎戶外大概四到五個小時的長騎 強度也還蠻高的 9555推出這一次的新功能Stamina 所剩的體力 那可以看到在前面這一小段我就已經把體力耗盡 然後後面是完全沒有體力的 我確實那一天是後繼無力的 我太早開出去然後把體力用完了 但是也沒有手錶估計的這麼早 回顧我當時的體力感 其實我應該在這個時間點才真的把體力用完 這個差距足足差這麼大一段 但是我覺得Garmin在這邊做得非常好的就是 經過那一天的Group Ride之後 我之後的訓練 Stamina這個數據就越來越貼近我當時的體力感 可以看到我這一週剛結束的Long Ride 其實我自己覺得蠻符合我當時的體力感 就我騎完沒有覺得完全爆掉 但我確實所剩的也不多了 那在這一塊我就非常期待就是說 是不是我只要帶這個955夠久時間的話 這項數據是非常能夠在226這種長時間的比賽裡面 多多少少的反應出來說 喔 我現在消耗太多體力 或者說我還有多少的油在我的油箱裡面 最後在跑全馬的時候 我的配數大概可以配多少 那這一週的訓練就講到這裡差不多了 這影片最後就帶著各位一起來 我們回台灣 終於